现兵司令部的机车连 因为必须稳住重达300多公斤的重型机车 一向都是男性的天下 不过今年有女性已满分通过了重机检测 成为现兵机车连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奇观 她的名字就叫做张书玉 今年23岁 今天她和现兵司令部的同仁 一起到校园进行国防教育宣导 吸引了大批的小朋友 争相前往合照 跨上重机姿势俐落又帅气 23岁的张书玉 是现兵司令部机车连史上第一位女技官 看起来文静柔弱的小女生 却能撑起366公斤的重机 她已满分通过重型机车检测 她说当初是因为兴趣才选择试试看 也一度担心自己不能升任 自己就是自愿来这边的 因为就是想说试试看 挑战看看 平常就是做一些腿力的训练 因为这比较会用到腿力的部分 张书玉和机车连的弟兄 一起到校园宣导国防教育 人气很旺 小朋友争相抢着合照 因为他们对女性宪兵超级好奇 没有太好 没有 太热情了 对这是第一次出奇 张叔叔吧 玉 张叔玉 刚开始蛮紧张的 可是现在就不会 看到那么多小朋友那么热情 小朋友献花又合照 张叔玉一脸腼腆 而平常在军队中表现亮眼的他 也是明年建国百年国庆典礼中 长官属于的指挥车人选 不过张叔玉相当低调 他说一切都看上级安排 自己会做好最好的准备 记者薛家林志坚实定报道 记者薛家林志坚实定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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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